警方拒门攻进洗车场 贩毒集团措手不及被一网打尽 洗车场内大油桶聚开 藏满毒品 而贩毒集团藏毒的地方 还不止这里 警方发现郊区一台废弃车辆 车厢内居然有三大包行李 打开也通通是毒品 这些毒品加总85公斤 包装上有一两文字 送鉴定发现并不是传统金三角地区制造 而是伊朗的原料送往阿富汗制造 再由巴基斯坦运送 这个区域被称为金星月地区 是世界三大毒品产地之一 这是我国首次查获金星月地区的毒品 油品走私集团八人用油桶来运毒 以为能躲过茶器还是被逮 被依共同运输第二级毒品未遂罪嫌 判处三到七年徒刑 记者程盛伟廉家亲王世涵 彰化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